都说没人能从另一半的手机里活着出来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自己是否能从好闺蜜的手机里活着出来呢 那天早上 我和我的好闺蜜柳思惠正一起喝咖啡 边闲聊着中午要去哪里吃饭 呼地 她的手机响了一下 反常的是 柳思惠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后 立刻就将手机反扣在桌子上 还下意识地瞟瞟瞟我一眼 这瞬间引起了我的怀疑 要知道 我和柳思惠从大学起就是闺蜜 以往她有什么事情都会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比如有哪个男生追她 她会将聊天记录拿给我看 满足一下她的虚荣心 比如上司又让她加班 她也会找我吐槽 可她今天这副模样 看起来像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直接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思惠 柳思惠摇摇头 眼光躲闪 没什么 就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伸手就要去拿她的手机 不对 你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但与往常的打闹不同 这一次柳思惠坚决不让我碰她的手机 争抢之中 手机直接摔到了地上 捡起来后也开不了机 分明是已经摔坏了屏幕 她一脸愤怒地看向我 都怪你 为什么要抢我手机呢 这下子好了 我这可是最新的苹果 修个屏幕要上千块呢 可我却看得分明 刚刚分明是她自己故意放开手 将手机扔到地上的 不惜损坏手机 也不让我看 这让我更加好奇 柳思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了 但表面上还是一脸歉一道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要不你把手机给我吧 我去帮你修 费用全由我来出 此时柳思惠却大方地摆了摆手 算了 我们可是好闺蜜 我怎么会让你赔呢 下次记得不要这样就行了 我心中的怀疑加重 但表面顺水推舟道 嗯嗯 那可就谢谢你了 对了 今天中午照就来我公司楼下的惠翠楼吃吧 我和柳思惠的公司相聚不远 所以她经常来我公司楼下和我一起共进午餐 然而今天柳思惠却迟疑了一下 倒 不了 我中午去修手机 你自己先吃吧 那好吧 我嘴上答应下来 但是等到中午临近下班的点 我提前了几分钟下楼 静止赶往柳思惠公司楼下 在我赶到之后没多久 柳思惠从楼里出来 我悄悄跟在她身后 发现柳思惠并没有去修手机 而是静止赶往了附近的一家餐厅 落座后 她没有第一时间点菜 而是四下张望 分明就是在等人 我心中不由的一道顿生 柳思惠正是谈男朋友了 所以才不愿意和我共进午餐 但是即使她谈男朋友了 也没必要瞒着我了 除非她被人包养了 当我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栏时 却发现有个男人走进店里 静止朝着柳思惠走去 柳思惠也对对方露出笑意 这就是她要等的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调整了自己的位置 好看清那个男人的脸 然而当我看清那人的模样后 却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此时此刻坐在柳思惠对面的 正是我老公徐清佑 你们经历过海马效应吗 中午午休时间 柳曼鱼走在路上 脑海里回忆着昨天搜索到的内容 所谓的海马效应 海马效应 一称既视感 即是现象 是人类在现实环境中相对于梦境 突然感到自己曾与某处亲历过某画面 或者经历一些事情的感觉 依据人们多数艺术 好像于梦境中见过某景象 但已忘了 后来在现实中遇上该景象时 便浮现出似曾相识的感觉 有研究表明 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经历海马效应 大部分只会产生一种幻觉性的即时现象 但也有极少人准确预知了未来事件的发生 这与他最近的遭遇十分吻合 他经常做一些奇怪的梦境 然后竟然真的会在现实中 在未来的某一刻发生 哎 曼宇 你的口红真好看 以前没见你用过这种色调的了 同事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罗曼宇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笑道 是我闺蜜送我的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用 口红是今天早上喝完咖啡之后 思惠送给她的 她中午出来吃饭之前才试用了一下 罗曼宇想起自己和柳思惠的相识 就是在一家口红店里 当时她正苦于不知道该选哪一款口红 柳思惠走过来为她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作为回报 罗曼宇请柳思惠吃了顿饭 聊天过程中二人发现彼此十分投缘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闺蜜 哈哈 那你闺蜜挺有眼光的 同事称赞了一句 提议道 对了 邪阳路那边新开了一家火锅店 要不我们去尝尝 好啊 两人并肩来到人行道 等待着绿灯的亮起 在红灯熄灭的刹那 本该抬脚迈步的罗曼宇却再次感到一阵精神恍惚 她的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 那是自己和同事走出去几步之后 一辆电瓶车无视红灯冲过了人行道 将自己撞倒在地 回过神来 罗曼宇拉起同事的胳膊 加快脚步跑过了斑马县 她回头看去 果然 一个美团外卖起手无视红灯冲过了人行道 要不是自己加快了脚步 此时恐怕已经倒在地上了 怎么了 曼宇 同事有些纳闷 罗曼宇为什么突然拉上自己一起跑过斑马县 时间明明还早 没事 就是肚子饿了 想尽快去吃饭 罗曼宇敷衍了一句 对自己的特殊更加确定了 为了压下刚才受到的惊吓 罗曼宇在路边便利店买了一瓶饮料 一边喝着一边朝着火锅店走去 在同事的带领下来到目的地后 罗曼宇却顿住了脚步 没有走进去 因为他在那家店里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一道是自己的老公许清佑 他穿着白色西装 帅气而又儒雅 一道是自己的闺蜜柳思惠 他穿着蕾丝边长裙 俏皮而又可爱 二人正对坐着吃饭 神态亲密 欢声笑语 思惠不是说他和同事有约吗 为什么会和我老公在一起吃饭 还那么亲密的样子 没来得及多想 罗曼宇忽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直接晕倒在地 生死不知 火锅店墙壁上的挂钟 显示的时间是11点55分 呼满头冷汗 罗曼宇猛然从桌子上抬起头来 喘着粗气 扫尸一周 罗曼宇发现自己正坐在自己的宫位上 刚才应该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不过那个梦也太真实了 真实到让人害怕 想起自己最近的遭遇 罗曼宇意识到刚才那个梦境就是一个死亡预兆 自己很可能会死在大街上 而自己的好闺蜜似乎与自己的老公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自己的死亡与此有关吗 宁可信其友 不可信其屋 他不能坐以待毙 他不是说这几天都在外地出差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和柳丝慧一起共进午餐 我呆呆地看着许清又和柳丝慧两人有说有笑 态度亲密 许清又甚至伸出手去刮柳丝慧的鼻子 这些分明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事情 所以 柳丝慧和许清又 这两个我最信任的人 背着我搞到一起了 当初我和柳丝慧是大学同学 他大学时整天刷剧玩游戏 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 平时作业都是抄我的 就连毕业论文都是在我的帮助下 才勉强过关的 然而他现在却偷了我的男人 还有许清又 我和他谈恋爱那会儿 他还在创业初期 一度因为资金珠转不灵 公司差点破产倒闭 还是我用自家房子从银行抵押了贷款 这才将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然而现在 他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哪怕我再不愿意相信 但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 由不得我不信 现在细细想来 其实一切都是有预兆的 只是之前我忽略了 比如最近许清又忽然对我体贴若微起来 结婚六年我和他之前的激情早就淡化了 但是最近他每天晚上回来都会带一束玫瑰回来 说是给我的小惊喜 甚至有时候他还会早起亲自给我做早餐 要知道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 从来都是我做饭给他吃的 我问过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当时他的回答是 我对我老婆好 难道还需要理由吗 我为这个回答感动了好久 然而现在看来 他分明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抚他内心的愧疚 柳思慧也是一样 他曾多次当着我的面夸许清又有本事 说我嫁了个好男人 他很羡慕我 我当时还因此高兴来着 然而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竟然想要从我身边将许清又抢走 而且看起来 他似乎已经成功了 而早上他之所以不让我看手机 想来就是收到了许清又的消息吧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许清又的电话 舱厅里的许清又立刻对柳思慧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才接起了我的电话 喂 老婆 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 我撞死随意的问了一句 老公 你现在在哪呢 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想你了 电话那头 许清又哈哈笑了两声 我也想你了 老婆 不过我正在A时陪客户呢 大概明天就能回来吧 我深呼吸一口气 才压抑住了心中奔涌的愤怒 好的 那你注意保重身体 电话挂断 此时即使我想自己欺骗自己也做不到了 苦笑一声 我没有直接冲上去质问他们俩 而是平静的转身离开 事情已经发生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挽回 我也不稀罕去挽回 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报复这两个狗男女 梦境里的丈夫真的出现了 却并不是来赋予自己的约 许清又的上班地点离这里很远 所以夫妻二人一般都不会共进午餐 罗曼宇从杂志上方露出眼睛来 挥视着许清又的一举一动 他站在咖啡店对面的斑马县等红灯 许清又即将走进火锅店与柳斯会约会 那么柳斯会在哪里呢 罗曼宇仔细地搜索着外面的行人 他应该就在附近吧 此时车流逐渐缓慢 人行道上的绿灯就要亮了 许清又抢先走上斑马县 看着许清又脸上露出期待的神情 罗曼宇心情复杂 当初许清又追他那会儿 每次约会他都会提前到达约会地点附近 找一个好的观察点 看着许清又帅气的脸庞上露出 腼腆而又期待的神情 他每次都会窃喜很久 如今 许清又的脸上早已没有了腼腆 虽然期待依旧 但不是期待见到他 罗曼宇端起桌子上的饮料抿了一口 希望平复那复杂的心情 哭地 罗曼宇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下一刻他直接晕死过去 趴在桌子上 生死不知啊 罗曼宇猛然从桌子上抬起头来 带翻了面前的杯子 白痴杯子落在地上发出啪哒一声 让他彻底清醒过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 罗曼宇很快确认 刚刚那又只是个梦境 他竟然在火锅店盯烧的时候睡着了 还没到饭点 火锅店内还很平静 墙上的挂钟显示此刻是11点28分 隔壁桌的情侣正在争论 待会儿吃鸳鸯锅还是红锅 而窗外的斑马线旁 许清又还没出现 罗曼宇明白过来 昨天的梦境让他确认了 许清又和柳思慧的奸情 所以中午改变了行程 提前到达火锅店盯烧 而他的行程改变之后 现实也发生了改变 在许清又进入火锅店之前 他就发现了对方 只是在梦境中 他为何会再次死亡呢 第一次在梦境中的死亡 已经让罗曼宇很纳闷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却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他怀疑过许清又对自己下毒了 但是当天晚上他回家之后 在许清又回来之前 将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翻找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药品 晚上等到许清又睡着之后 罗曼宇又偷偷用许清又的指纹打开了他的手机 查看起许清又和柳思慧的聊天记录 结果发现二人的聊天出乎预料得干净 更没有谋划着要怎么杀死他 然而罗曼宇并没有因此而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许清又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单独与柳思慧联系的一部手机 昨晚罗曼宇一夜无眠 这些年来 他与丈夫虽然各自工作都比较忙碌 但是夫妻之间一直相敬如宾 从未有过任何争吵 虽然并没有时常粘腻在一起 情话也说的不多 但是罗曼宇一直以为两人之间 已经达到那种一切尽在不严重 平淡之中方的真的地步 然而事实却是 许清又早已背着自己出轨自己的闺蜜 那些尊重 那些平淡 只是因为已经腻了 已经不在乎了 于是今天早上和柳思慧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罗曼宇用自己的手机给柳思慧发了两条试探短信 内容来自他梦境里预知的事情 从柳思慧的表情看来 他果然相信了 那相信之后 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他现在人又在哪里呢 还有一点罗曼宇一直没有搞明白 在两次梦境之中 自己到底为何会突然死亡 结合梦境中的第二次死亡 罗曼宇发现两次死亡的唯一共同点在于 他都喝了一口饮料 只是 这两次明明喝的是不同的饮料 还是从不同的地方买来的 没有任何被下毒的机会 但罗曼宇确定 那不是巧合 正当他陷入困惑之时 对面马路的斑马线上 出现了一道白色身影 许清又果然来了 许清又出现了 但这次不再是梦境 这次罗曼宇准备主动出击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柳思慧的电话 眼看着一身白色西装的许清又出现在斑马线对面 柳思慧慌了 立刻掏出手机给许清又拨打电话 准备阻止他进入火锅店 正当这时 突然有人打电话进来 让他无法拨号 定睛一看 来电人是罗曼宇 如果聚接的话 就更显得有问题了 无奈 柳思慧接通了电话 喂 曼宇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那头传来罗曼宇清丽的声音 思慧 你现在是在支卫关那边吗 呃 没有 柳思慧找了个借口 同事临时要忙 所以我在外面晃悠 准备随便找个地方吃饭 对了 你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他这是在未待会儿即将发生的事情铺垫 他已经准备好亲自出去喊住许清又 免得他在罗曼宇面前露线 虽然罗曼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 但毕竟只是疑心 能拖延多久是多久 没什么 我跟你一样 也在街边随意找了一家店准备对付一下 打电话给你主要是想谢谢你送我的口红 同事说很好看 改天你能不能带我再去买几支 到时候我也可以送同事一支 呼 好 当然可以 柳思慧松了口气 查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此时已经11点52分了 距离那条短信预言的12点只有8分钟了 他实在想象不到罗曼宇如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他 柳思慧觉得那条短信十有八九就是恶作剧 当时临着的那对小情侣 说不定就是短信发出者提前安排好的演员 柳思慧只想挂断电话 赶紧出去叫住许清又 却听电话那头罗曼宇惊喜道 咦 我好像看到我老公了 他怎么来这里了 完了 这是柳思慧此刻的唯一念头 柳思慧呆呆地看着罗曼宇 发现对方似乎是口渴了 拿起桌上的饮料喝了一口才站起身来迎了出去 柳思慧的眼里重新燃起希望 期待起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然而 十几秒过去了 柳思慧发现罗曼宇毫无中毒的迹象 眼见着他就要走到火锅店门口 必须轻又碰面 柳思慧顿时贪婪在座位上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琴画甲失效了 还是罗曼宇自己发现了口红有问题 不对 他刚刚还提到了口红 说明他已经用过了 柳思慧不由地想起了早上的事情 在那两条短信的其中一条应验之后 他就确定了罗曼宇对自己起了疑心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混合了情画甲的口红 送给罗曼宇一只 柳许清又搞到一起之后 柳思慧早就想过要谋杀罗曼宇 然后堂堂正正的与徐清又在一起 只是为了避免警方怀疑到自己身上 他一直在思考完美谋杀的方法 只是迟迟没有头绪 但是现在罗曼宇已经对自己起疑心 并且似乎要对自己下手了 所以柳思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时他从徐清又买给自己的包包里 拿出两只一模一样的口红 说是自己逛商场的时候看到的 就为罗曼宇也买了一只 其中一只是正常的口红 另一只则是自己调制之后 混入了情话甲的口红 柳思慧将两只口红都放在桌子上 让罗曼宇自己挑一只 只是将混入了情话甲的那只 推得离罗曼宇更近一点 果不其然 对方直接选择了离他更近的那一只 看着罗曼宇收起口红 当时柳思慧发自内心的笑了 只要罗曼宇试用了 再随便喝下一口水 就足以让他死亡 然而现在是怎么回事 然而许清又终究还是让我失望了 他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 只顾着说一些好听的话来哄我 而这也帮我下定了报复他和柳思慧的决心 第二天一早 柳思慧照常和我一起喝咖啡 见到我 他很是平静 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但是他的容光满面 焦艳欲滴已经出卖他了 分明是经过了雨露的滋润的痕迹 我撞死不经意的开口 你昨天手机修好了吗 昨天晚上 我趁着许清又睡着后 用他的指纹解锁了他的手机 但是微信里他和柳思慧的聊天记录都很干净正常 甚至最近的聊天要追溯到一个月之前 然而我却因此心中一沉 因为这表明 许清又还有一只专门和柳思慧联络的手机 听到我的话 柳思慧先是一愣 然后才想起来了 嗯 修好了 那就好 我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今天中午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柳思慧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不行 我今天中午和同事有约了 不好意思啊 他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但是我却从他眼中看到了嘲讽与得意 不用说 他肯定又要跟徐清又一起吃饭了 他也在把我当作啥子耍 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 嗯 那太可惜了 随即从包包里拿出一只口红递给他 这是我之前用过的一款 挺好看的 送给你 柳思慧很自然地接了过 过去 那就谢谢你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唇瓣 又看了一眼口红 嘴角不自觉勾勒出一丝诡异糊度 我问他 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笑得那么诡异 柳思慧这才发觉自己失态 善笑道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色挺好看的 没什么 他怕是已经在想象 自己涂上我送他的口红 去亲吻我的丈夫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吧 然而我的好妹妹 你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却是正合我意 罗曼语看着眼前的许清佑 无比熟悉的面孔 此刻却显得那么陌生 当初的海市山盟 甜言蜜语 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冲刷 你怎么来了 是来找我的吗 他装作十分惊喜的模样 许清佑嘴角抽出了几下 强行挤出一个笑容 我上午约见一个客户 陪他才来到了这边 本来准备找好餐厅之后 再给你打电话 给你一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就这样碰上了 看来我们还真是心有灵气啊 选择了同一家店 罗曼语突然出现在这里 着实吓了他一跳 还好他向来机敏 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只是本来约好见面的柳思惠人呢 莫不是提前发现了罗曼语 所以躲了起来 但是时间太赶 所以来不及提醒自己 正当许清佑胡乱猜测之际 身后忽然传来的一道声音 让他的心提到了嗓子也 曼语 好巧 我们竟然在这里碰上了 哎 你老公也在啊 许清佑不用回头也知道 来人正是他的外遇对象 本来的约会对象柳思惠 但是对方既然已经看到了罗曼语 难道不应该避开吗 为何还会主动凑上来 这你人疯了吧 没等他开口 罗曼语就已经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好巧 思惠你也在这边 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吧 许清佑暗暗点了柳思惠一个眼神 但是对方仿佛完全没有看到 爽快答应 好啊 无奈 许清佑跟在二人身后 走进火锅店 不同于往常的早有预谋的演戏 这一次三人的相逢完全是巧合 所以许清佑很是提心吊胆 火锅刚端上来 柳思惠忽然提出要去洗手间 许清佑健壮 立马也提出要去一趟洗手间 但是他没有去南洗手间 而是跟在了柳思惠身后 二人共同进了女侧的一个隔间 没等柳思惠开口解释 许清佑直接将其双手按住 壁东上墙 闻上了柳思惠烈焰般的红唇 在和罗曼语强之格的地方偷情 这种刺激感无与伦比 柳思惠本来想要反抗 想跟许清佑说明 罗曼语恐怕已经怀疑上他们了 但是被许清佑按住之后 两人肢体纠缠之间 情欲燃烧得他头脑发昏 便也放弃了挣扎 尽情欢乐 餐厅中 罗曼语看着许清佑 柳思惠二人背影消失的角落 嘴角攻略出一个诡异的弧度 哪怕许 柳二人一直没有出现 他也不急不躁地吃着火锅 过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罗曼语才装出几分疑惑 起身去了女洗手间 不一会儿 一声尖叫从女洗手间传出 救命啊 死人了 警察到来的时候 罗曼语正趴在许清佑的尸体上哭泣 但哀伤之中又带着几分无法掩饰的愤怒 因为许清佑是和柳思惠一起死在女卫生间里的 而且二人一身不整 肢体纠缠 分明是在欢爱 警方将罗曼语拉开之后 法医上前检查 确定了许清佑和柳思惠都是死于情化甲中毒 毒药的来源是柳思惠嘴唇上的口红 警方经过调查 确认柳思惠对口红很有研究 并查出她曾经偷偷进入过朋友的化学实验室 一切证据都表明是柳思惠自己将情化甲掺杂在了口红中 再查出柳思惠和罗曼语是闺蜜 而许清佑是罗曼语的老公之后 警方确认了这是一起情杀 并对作案动机做出了推测 柳思惠倾目与许清佑 想让许清佑和罗曼语离婚 和自己在一起 但许清佑不答应 只将其当作情人 柳思惠占有欲爆棚 为了彻底得到 独自占有许清佑 于是自制混入情化甲的口红 涂在自己的嘴唇上 在和许清佑欢好的过程中 二人唾液交缠 各自将口红吞入了一部分 双双中毒而亡 柳思惠达到了彻底占有许清佑的目的 罗曼语哭得很凄惨 一位女性警官拍了拍她的肩膀 递给她一张纸巾 为这种男人哭 不值得 恩 谢谢 罗曼语接过纸巾 擦拭着泪水 纸巾掩盖之下的脸上 她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她完全没有悲伤 许清佑这个渣男 柳思惠这个贱女人 都是死不足惜 根据梦境中的遭遇 罗曼语确认了导致自己死亡的 是柳思惠送给她的口红 于是早上柳思惠从包里拿出口红之后 她以极快的动作将两只口红调换了一下位置 也就是说 她涂抹的那只口红并没有毒 而且罗曼语笃定 柳思惠出于胜利者的心态 必然也会涂抹另一只口红 她早就知道柳思惠就在附近 于是用定时短信的方式给柳思惠发了几条短信 为的就是将柳思惠逼出来 而当柳思惠与许清佑凑到一起的时候 罗曼语笃定二人一定会背着她偷情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罗曼语的预料 坚夫淫妇死在了洗手间里 而她自己则是被丈夫背叛的妻子 被闺蜜背叛的朋友 是所有人的同情对象 她成功实施了柳思惠所期望的完美犯罪 谢谢大家